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点在于要如何突破困境 活出灿烂 今天节目的第一位主角 要跟大家介绍 就读小学六年级的林紫阳 紫阳的爸爸是美国人 在紫阳出生三个月就离世 妈妈辛苦带大他 却在小学二年级那一年发现 紫阳长了脑瘤 喜欢画画涂鸦的林紫阳 就靠着画画 转移身体的病痛跟不舒服 他的梦想是开画展 如今也获得第十届 逐梦计划支持 梦想成真 紫阳希望透过他的故事 传递正能量 更有信心拥抱梦想而奋斗 开了画展可以让别人知道 癌症不一定很虚弱 也可以很坚强 一边是讨厌的癌细胞 一边是医生 药物 还有好朋友 就像是邪恶的恶魔党 与正义的战士 展开一场生存的对抗 才十二岁的小小年纪 却对生命有着 这么深刻的感受 因为这一切 他真实地体验着 金棕色的头发 活灵活现的大眼睛 加上深邃的轮廓 混邪儿的可爱模样 特别讨人喜欢 因为林子阳的爸爸来自美国 但是爸爸却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 因为新阴性疾病促世 妈妈母见父职带着子阳生活 却发现他从小就特别有状况 不是被保姆退货 就是被幼儿园老师投诉 他就是很容易会暴怒 其实他的暴怒就是说 有时候你用责骂的话 他会 我就会有点那种 所谓的对立性反抗 对 他就会越故意 他可能就会故意发出声音 或做一些动作 去引起你的注意 医生的出来是说 倾向情绪障碍 妈妈竭尽心力 想让子阳可以和正常的小孩一样 带着他四处求医 却没想到一样样打击 接走而来 脑坡显示不正常放电 医生怕他有癫痫 所以就今天我们在造MRI 就是核磁共振 才发现他有水脑 有一个地方有肿瘤 堵住了 所以他的脑水溢没办法排出 才会急在脑部这样子 那时候医生就已经说 你这个要赶快处理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进一步诊断 发现林子阳罹患的是 胶脂母细胞瘤 是一种难缠的脑部恶性肿瘤 因为属于多发性 无法手术根治 那年林子阳才八岁 晴天啤雳 因为应该是说 其实当初子阳爸爸走的时候 是子阳坚持着我到现在 对 所以那时候听到说 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又是恶性的 对啊 其实当下心里 听到哪一段真的是 那一整个月真的就是 每天想到就哭 想到就哭 小小年纪的子阳 或许还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 但是身体的病痛 他比谁都清楚 头上那个明显的突出物 是因为要解决水脑症的问题 在脑子里装了引流管 接着化疗 放射线治疗 让他掉光了头发 也时不时因为头痛 肚子痛等药物副作用 让他整个人病奄奄 或者脾气更加暴躁 只能靠着画画转移注意力 我每天看这样子都觉得 好像他快走了的那种 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受 都想着 不要让家人知道 不要让他们担心 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不想让大人知道 所以才会画画 你紫阳来吃药吧 好 紫阳的病情因为药物奏效 目前与肿瘤和平共存 而画画也一路陪伴他 走过治疗的种种艰辛 你画什么 在我想象中的你 我是什么 变色了 变色了 为什么 善变 善变 脾气善变 还是你善变 所以我才善变 没有 是你脾气善变 一下开心一下不开心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不开心 不知道 林子阳也和同年纪的小孩一样 喜欢滑手机 玩电动 也爱跟妈妈闹脾气 讨价还价 从来没画过妈妈的她 灵光一闪 竟然就画了只变色龙 原来在她细微的观察力之下 藏着一颗心疼妈妈的心 有看过妈妈偷哭 没有 就看到她光明正大的哭 然后你会怎么安慰妈妈 就跟她说不要哭啊 那就是因为我生命很难过 所以我不想这样 她不开心 初期是对车子比较有兴趣 她画的就是都是那种 警车 消防车 工程救护车 对 都是跟车子有关的 都完全没有人 问她为什么话 就是说她喜欢嘛 一张张图画 是子阳从幼稚园开始的作品 妈妈小心翼翼地保管收藏好 从小就展现画画天赋的林子阳 总爱不按牌理出牌 在画画的主题旁边 自意地展现她的创意 从爱画车子 到线条呈现的火柴人 现在她最爱的是 网络动画里的角色 就是剧情音响 监控人 马桶人 电视人都有 都是在这个平板 但最近都是用电脑 所以就从上面 找喜欢的题目拿自己画这样子 对 利友 打球吧 打球会让我快乐 而且还会让我有更多朋友 为了子阳的健康 妈妈一步都不敢松懈 坚持要子阳多运动 各种运动都让子阳去尝试 一来就除了可以增加她的抵抗力 再来也是觉得她后面体重好像一直直线上升 医生本身也就建议她还是要多运动 只要头部不要太大的晃动 或者是激烈的一些运动 其实都可以 就希望她的运动量能够有到那边 开始喔 好 子阳妈妈对教养小孩很有原则 有时候孩子闹脾气 不想运动只想玩 或者想做那个不想做这个 她的立场很坚定 不想运动没关系 妈妈就以身作则 陪着一起运动 就是有时候会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不想运动 其实我做运动大部分都是想玩手机 但是都是有时间限制 30分钟 交换条件就对了 对 不只运动 饮食也是 为了照顾子阳 常常得从宜兰到台北的医院回诊 妈妈辞掉工作 专心陪伴 三餐亲自煮 最注意营养均衡 像她的东西就是一定都要煮过的 都一定要熟食 其实她蛮喜欢吃寿司 对 可是像那种寿司类 它是一个都不行 对 虽然说那个是煮过的 可是因为她那个都放凉了 对 就不建议 小朋友最爱吃的汉堡之类的 就会跟他们说 他可能生菜沙拉去掉 反正他就面包加肉这样吃 他也好 他要五个碗吗 没有没有 就我们阿公三个而已 医生说你要多吃鱼 这个年纪的孩子说不挑食真的不容易 特别喜欢吃肉的子阳 胖到肚子都挺出来了 妈妈听从医生指示 特别严格把关 每餐的份量得拿捏 青菜 鱼肉都得均衡 还好子阳也很清楚 妈妈的用心良苦 苦瓜 辣椒跟青椒 不敢吃 嗯 然后喜欢吃的是 高丽菜跟肉 就什么东西都叫我 先看过能不能吃谁吃 妈妈不言得哦 那是什么部分啊 剑桥 剑桥的话就是差不多就是类似驾驶室 就这一区 从即将失去的阴霾到现在病情稳定 陪伴子阳的每一刻都是妈妈最满足的瞬间 疼爱但不溺爱 放手让子阳开心探索这个世界 给自己也包括给他打一个强行证 就是说那既然你是可以正常的 那我就希望你跟一般人的一样 其实包括说我觉得说你学校你该去的 你还是要去 你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 你不要因为说你生病怎么样 就觉得你可以有这个特权 我觉得我也不要谈有这样子的想法 去年林子阳在宜宣妇又关怀协会的带领下 到医院担任志工 同言同语的他说出了这样的梦想 子阳做志工的时候 送饮料到医院 然后养大的那些的护理人员 看到这么可爱的孩子 就问他说你未来要做什么 他说我要当主持人 我要当画家 然后他得到一句话 就说好 我们医院让你来参展 好了 跟着我一起 我们先救命好不好 画出精彩 拥抱爱 善 人生有梦 竹梦踏实 林子阳和其他四位同学 一起获得以民署竹梦计划肯定 这天是他们圆梦的重要日子 谢谢大家 抽空来趁下我的画展开展茶会 还有我要在这里说一句 阿嬷我爱你 妈妈我爱你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黑暗的画面 我的心情会跟我的药物一起合作 打败那个癌症 带着贵宾穿梭在画展现场 林子阳落落大方地介绍 她的每一幅作品 最爱的网络动漫角色 其实都隐含着她对自己的期许 就是男监控人 穿着一个马桶人死掉的 她的遗骸 她是升级之后的样子 所以我变强 就希望我可以跟她一样变强 只能透过照片看见的爸爸 也出现在子阳的画作里 诉说着她对爸爸的崇拜 这个是第一幅 所以我爸爸 因为他是一个英文老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想要学习她 不为难题直接向前 就像我现在面对病魔一样 为了完成画展的梦想 林子阳在两个月的时间 就画了36幅画 妈妈说那时候的子阳 好像装了高能量的电池 一有空就画画 灵感源源不绝 社母医院和阳明医院的协助 提供画展场地 还有大家的帮忙奔走 为了画展做木工的外公 还帮忙亲手制作画框 让整个画展温馨美满 他们想都没想过 孩子随口的一个 想开画展的梦想 竟然能够真实圆梦 那时候她很有兴趣 整个那个斗志都起来了 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在这个目标里面 你就会为了你的梦想 往前走 子阳就是这样 她可以很认真 很专注地做她的话 然后产生了非常多的作品 其实她快乐 别人在旁边的人 也感染到她的快乐 对面那一排全部都买了 真的吗 那一排 好啊 这次的竹梦画展 子阳还有个小小心愿 画作的义脉所得 扣除自己的医药费之外 她要捐赠给 盛家民安宁病房的 安宁照护基金 因为医院设备更多 就可以让更多人治病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跟我一样 可以活得更好 人生的价值 不在于生命的长度 而是在于宽度与厚度 十二岁的林子阳 克服疾病带给她的考验 透过一幅幅画 展现生命的色彩 也挥洒生命的价值 进入进入 监家民安宁病房的 决定 白晴